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结果将于23号公布 获胜者将在两名候选人 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 与现任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当中产生 而新任保守党党魁也将会是下一届的英国首相 当前外界最为关注的是新首相关于脱欧问题的立场 我们来看一下路透社的分析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在脱欧问题上鲍里斯·约翰逊曾表示 无论是否有协议 都将带领英国于今年10月31号前离开欧盟 并强调不再拖延脱欧日期 不过最近约翰逊对于脱欧的态度出现了转变 杰里米·亨特则指出 希望与欧盟进行谈判 并保持更大灵活性 以便达成协议进行有序脱欧 而欧盟方面有消息称 欧盟虽然坚持不重新谈判 但新欧盟领导层并不排除同意再延后英国脱欧期限 不过英国内阁也分歧不小 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21号表示 如果23号的结果是约翰逊成为下一任首相 那么他24号就辞职 坚决反对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 三年时间过去英国脱欧进程迟还首相去换了两届 在我身后的唐宁街10号有吹着口哨卸任的卡梅伦 也有含泪完成羡慕讲话的特雷沙梅 不过同为保守党议员的卡梅伦特雷沙梅 以及现在的热门人选鲍里斯约翰逊 这三个人却有着捡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同为牛津高材生同样来自保守党 他们三人在脱欧问题上的分歧尤为明显 卡梅伦和特雷沙梅其实都主张英国留在欧盟 特雷沙梅则希望能和欧盟好聚好散 而约翰逊在两任前首相执政期间 都曾因与他们意见不合最终不欢而散 英国脱欧从公投到现在用时已超过三年 与公投前相比 今年初英镑对美元和欧元汇率均已下跌近15% 有评论指出 不少企业对英国经济的信心已跌至谷底